为什么塑料瓶盖和那个塑料瓶用不同的材料做呢 一般的说塑料瓶它有很多材料 它有HDPE还有那个PET那种 我们只讲那个最普通的是那个PET 透明的瓶子一般都是PET的那个塑料 很硬的 然后你可以那个捏的时候 你可以脆脆的蹦蹦蹦那种小 那就是那个PET 然后它的瓶盖呢 肯定不是PET做的 绝对不是PET做的 我担保绝对不是PET 一般来说它的那个瓶盖呢 是PP做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瓶盖呢 捏起来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对吧 那为什么那个瓶盖和那个塑料瓶 平时呢 要用不同的材料做呢 那里面是有个有个原理的 因为PET呢 它会有硬力卤变 然后那个PP呢 PP也有要看什么样的PP 如果是APP呢 它就那个 它就那个 它就有一些硬力卤变 如果是那个Synlutactic Iso-Tactic那种 那个PP呢 它就 没有硬力卤变 它那个 在那个 流变仪里面显示呢 它是没有硬力卤变的 在那个时间点上 它没有硬力卤变 所以当你瓶盖捏紧的时候 它可以 那个锁得很紧 然后里面那个气体的 它又不会跑出来 它不会过一段时间 它那个瓶盖变松了 因为你本身 那个瓶盖里面呢 是有一个粒在里面的 对吧 如果你捏得很紧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 银纹产生 那个瓶盖都发白那样子 那说明你是 硬力是很大的 在里面 然后它有很多高分 大多数高分子呢 它过一段时间呢 它那个硬力都会 慢慢就松掉 然后它那个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结构 它开始滑动了 然后它会慢慢的松掉 然后像那种 PP这种半结晶的 那个高分子呢 它那个 而且它自己 本身那个分子 那个结构呢 它就保证了 它没有硬力卤变 它硬力卤变为零 那就保证了 它那个瓶盖 可以一直很紧 然后里面的气体 不会漏掉 这就为什么 然后瓶身要用PT 然后瓶盖 要用PP的原理所在